由台北艺术推广协会监制 屋顶上复合剧场平台创作的大算命家舞台剧 将在台南文化中心隆重登场 影像世代的黑色幽默喜剧 在今年三月与台北高雄的演出 观众反应热烈 纷纷表示开怀之鱼更发人省思 台南市文化局副局长周雅金表示 2015年台南艺术节让大算命家加入台湾精湛系列演出 希望能将这出新颖的题材 运用多元丰富的动作与多媒体舞台 再加上实力派演员阵容的新形态动作喜剧 势必会带给观众相当丰富的快乐戏剧饗宴 在这个戏剧家推广协会的大力推动之下 他们的这一档大算命家的节目 也是相当相当的精彩 陈奇小姐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特殊的一个策展人 她一直在突破 一直希望能够带给我们这个表演界 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呈现 跟往前向前走的一个动力 所以她这几年 只要是她推出来的戏都非常的特殊 她都有一定的这个卖点跟亮点 在这个剧里面做呈现 艺人樊光耀表示 这次能够在台南演出实在是相当紧张 因为台南是文化古都 台南人的文化素养都是相当高的 樊光耀说她跟女主角张玉杰 是饰演恩爱的欢喜渊家 她在戏里饰演相当神算的大算命家 因为工作太忙了 需要一个很甜美的秘书 来协助她的繁忙算命工作 但是张玉杰在戏里饰演的甜心爱 却是相当糊涂越帮越忙 但在男主角赵蒜的心中 却引起很大的影响 大家好 我是樊光耀 我是张玉杰 很高兴我们在大算命家这出戏里面 可以饰演一对非常恩爱的欢喜渊家 那么我是一个大算命家 算命功力非常的了得 但是因为业务太忙了 我们还需要一位很甜美的秘书 一个小助手来帮忙 就是甜心爱小姐 我是赵蒜 她是甜心爱 她演的这个甜心爱是我的得力助手 可是呢 有的时候越帮越忙 可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呢 却有很大的影响产生 因为我开始思考到 一个人庸庸碌碌 赚取很多的金钱以及名声 如果没有另外一半可以分享的话呢 是非常凄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深深的为她所着迷 我就爱上了她 当然呢 她呢 在我爱上她之前就已经先爱上我了 另外戏剧演员中还有歌剧 男龄孔孝成及九位魅力满点实力派 黄金演员加入阵容 一共诠释四十五个角色 呈现令人惊艳 诙谐的动作喜剧 记者黄俊海台能报导 感谢观看